还在回归大谷昨天的拳雷打 话都还没说完 大谷翔平又敲出了一只阳春炮 猛烈一回直接捞上右外野看台区 在让场边粉丝沸腾 而且这就是大谷翔平本季第19号拳雷打 几乎一天就有一只拳雷打进杖 惊人战机让美国球评是不断惊呼 而大谷翔平的好表现可还没结束 5G上他出其不意改摆短棒 点出了三垒方向滚地安打 距离虽然不算太远 但是大谷翔平靠着一双快腿奔上一垒 又让球皮再度打赞 大谷翔平随后又成功突袭倒上二垒 打跑俱佳让球皮惊讶到说不出话 而他本季已经累计达成超过时空时到 解锁记录比前辈林牧伊朗快很多 不过他个人倒是说的很保守 虽然大谷翔平个人冲出了亮眼成績 但是在这一场对战奥克兰运动家的比赛中 天使还是以4比8输球苦吞三连败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